南投縣113年度社區評鑑正式開跑 全縣共有27個社區參加 縣府評鑑小組日前來到中期社區 社區民眾們也展現社區特色以及凝聚力 展現量力成果 那我們在這邊今天的評鑑呈現方面呢 就是由我們的台灣夢的一些小朋友 來為我們做一個開場的演出 那我們中期社區呢 我們的三大服務能量 就是以我們的老人福利 還有我們的兒少福利 把我們的社區規劃美化這個部分 為主要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這邊就是謝謝我們的南投縣政府 以及我們的立法委員 有號這邊還有我們的政公所的資源 謝謝他們在我們的社區投資 於我們的社區 讓我們的社區可以這樣子一路的成長過程 這樣子非常的很有意義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行政科科長 呂建昌表示 中期社區從107年加入台灣夢計畫 獲得中國信託每年一百萬經費以上的補助 照顧綜合國小二十多位小朋友 另外在主樂器發展的部分都非常優秀 未來相信社區能夠持續茁壯與成長 中期社區它從107年 叫做台灣夢計畫 獲得中國信託 每年都有一百萬以上的補助 照顧我們綜合國小 大概有二十幾個小朋友 所以它在族琴族樂器的特色的發展都非常好 社區也有做一世西 我相信在志工以及理事長的團結努力 像我們中期一定會越來越好 因為中公所這邊也在推 盡量我們專政 算是這個社區裡面 就是每個據點都讓它動 那老人家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最短的距離都可以在地 有自己活動的空間 讓長者來這邊活動 我想他們比較有意願 我想這是一個 為了我們社福的一個方向 先議員蔡孟兒表示 社區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現今青年朋友們都在外打拼 更顯得社區的重要性 能夠豐富長者的生活又能多元學習 未來在議會 將會全力支持社區發展 社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長輩呢 日時孩子都出現狀況 最主要就是 能夠來社區這裡 跟我們家的家庭隔壁 問客人就是他們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孟兒一直說 我們社區一定要支持 孟兒也一定要支持社區 因為社區是我們 師大要這個精神中心 在這裡要跟我們的師大說 有時間一定要比較接 來我們社區 比較不會有 猶豫症啊還是說 也比較不會說這樣 失智去 所以這個社區一定 都要比較接近的 身體更好 這是我們 問他最快 中時也最快 需要拜託的 這些事大 一定要跟我們的身體更好 此次評鑑中期社區 除了展現地方人文景觀特色之外 也將長者平時所學的 豐碩成果呈現出來 配合台灣夢二少計畫 更照顧到警鈴中和國小的學子們 在業務及簡報呈現上也有所進步 對此 議長合成峰及現議員蔡孟兒 也肯定中期社區的用心 自力發展地方特色 照顧長者 也期望 社區透過這次的評鑑 能夠多得好成績 記者秀民俊竹三採訪報導 民俄協議員蔡孟兒